我觉得我非常的幸运 因为陪我看到前任室的女孩一直都没有变 我很庆幸我没有错过她 然后即使我们现在结婚了 我们的感情也都没有变 所以我也想借这个机会和她说一声 我爱你 可是你还是还能吃到周梁 我觉得你现在可以跟大家说一说你们保鲜的秘词 太长了太长了 你们结婚之前有尝试结婚冷静期吗 如果当时没有看过这个电影 你们还没看啊 不知道有这么好的方法 这位是从前任一一直到前任四 没有变过也没有变成前任一 我们结婚了 我们结婚了 祝福你们真的很少见 记得渴笑 谢谢 好